因為最近確診的人數真的太多 大家都看到醫院醫護人員已經忙得不可開交 很多人確診了又要留在家等候援助 我上次拍過一段影片簡略介紹在家旁邊應該要怎樣做 我今天會比較詳細解釋 其實新加坡的情況跟我們都有點相似 他現在用了一套比較有系統的方法 去處理一些快速增加的COVID病症 雖然說地方不同 我們最終有關當局出的指引也有些不同 不過我們認識一下人家的做法 起碼知道背後的理念、理據是怎樣 對我們現在處理目前的緊急情況 應該是很有彼益的 新加坡現在主要用來診斷有沒有COVID 就是用家用的測試 即是說現在政府都在派自我測試的巴士 每人都有一疊來做測試 這些測試我上次都說過 它是沒有核酸測試PCR那麼準確的 不過在大部分情況它都夠用 它主要是檢查你有沒有傳染性 即是說如果你有正確的話 你有COVID和有傳染性 如果你負責的話 都未必代表你身體完全沒有病毒 負責的話就是你已經慢慢好些 病毒量已經不太多了 應該傳染人的風險就不太高 應該可以一定程度恢復正常的活動 首先第一件事是確診座 不要先恐慌 因為大部分人如果你是健康的 基本上尤其是打了疫苗的話 真的有重要問題的機會很低 雖然說現在好像在香港這樣 你迫著要留在家裡沒有援助的話 有些擔心 但其實大部分人慢慢就會好 但雖然是這樣說 你第一步一定要分清楚自己是否適合等候 首先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有沒有 我以下講的那些問題 以下講的就是高危族群 即是說這群人感染COVID之後 很容易引起一些嚴重的後果 所以通常建議這群人 盡量不要在家裡吐 盡快要找醫護人員幫忙才行 這包括什麼呢 比如說小於3歲的或者大於70歲的 怕抵抗力比較弱 也包括一些HIV或者AIDS的病人 即是有愛滋病的病人 或者有愛滋病帶菌 有嚴重的腎病 需要洗腎那些 還有懷孕的女性 懷孕的女性感染COVID 變成重症的風險是大了 如果你曾經做過一些器官移植的 你抵抗力比較弱 長期在吃內固醇的人 或者有些長期病 令你的免疫系統比較弱 抵抗力差的那些 即是說沒有COVID也好 平時醫生都教你 你有這個病 你出街都是最好戴口罩 不要去人多地方 那些病又是要小心 有癌症 有腫瘤 癌症 尤其是在做治療 化療 那些抵抗力又是會弱一些 再者 新加坡方面也建議 嚴重的疾病 例如心臟病 腦的病 腎的病 肝的病 肝的病 在之前那六個月 需要入醫院處理的話 都叫你要小心一點 另外也要提一提小孩 例如小孩有些先天性疾病 例如有些先天性 病心臟病 例如有些一型的糖尿病 小孩也有 那些抵抗力又會很差 剛才的債人 雖然你現在滯留在家裡 但是也建議你 儘快聯絡醫護人員 看看你的情況 其實你可能在家裡等 都更安全 不過起碼要等醫護人員 初步評估一下 你適不適合再等 還是他們覺得 你都是儘快要入院 儘快要看醫生 這樣就最穩固 如果你屬於那些低風險一族 不是剛才我講的那些人 沒有那些病 這一撮人 新加坡政府都覺得 你留在家裡慢慢復原 應該都沒有問題 你留在家裡要做些什麼呢 基本上他主要要求 起碼隔離72小時 即是三天 原理在於 如果你感染COVID 有病徵的話 病徵開始發病徵之前的兩天 以及開始發病徵之後的三天之內 即是這五天 期間通常的傳染性是最高的 所以建議你 檢查了有陽性之後 就要自我隔離72小時 72小時之後 你可以再做一次這些自我測試 看看還是否 positive 如果72小時之後 你已經測試到 negative 恭喜你了 那你就可以出關了 但如果你過了頭三天 你 positive 接著就一二三 第四天 你再做一次自我測試的時候 又是 positive 那怎麼辦呢 那你要繼續隔離 那繼續隔離 那你通常每天做一次 每天做一次 那就到第七天 那到第七天的話 你不再做測試 都應該可以出關了 因為過了那麼多天 相信應該傳染力就比較低 即使你不是完全沒有病毒 但是你出回去 應該感染人的機會都不是太高 那如果你的情況是72小時之後 我做那個test是 positive 那你又要每天做 那每天做 那如果到第五天第六天 你 negative 那你都可以出關 不用等到第七天 就是要是你就做測試 做到 negative 要是你等到第七天 就不用做測試 就放你出關 不過七天之後 可以自由出關 那一天主要就是 那些打了針的人 那些人 如果你是未打針的 或者打不齊 的話 你帶著病毒的時間 會長一些 所以新加坡當局 就要求 如果你是未打針的話 一樣 你就隔離72小時 72小時之後 你就做測試 那如果你是 negative 都可以走 但是如果你一路 positive 那你就要一路做 一路做一路做 那做到第14天 那到第14天 那就不用做測試 都可以走了 那如果你未到14天 已經 negative 那就可以走 那你知道在家裡 隔離的具體做法之後 那跟著隔離期間 你主要就要看一看 會不會在中間 就產生COVID的病發症 那樣 那如果有病發症的話 那你就要看醫生 第一要看呢 就是比如有沒有那些 比如有心口痛啊 氣速啊 發很高燒啊 咳得很緊要啊 如果你有夾手指的氧氣計 那你就每天要量度 那如果毒素呢 就一路都小過93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可能有肺炎的症狀 那你就要去香港的話 那你要叫9999 那就要儘快 就可能要入院去治理 另外感染COVID 也都比較容易 會形成血塊啊 中風啊這些 那通常那些病症呢 就是突然間半邊身 不能動啊 沒有力啊那些 說話了你不清楚啊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又是要立即呢 就要打999的 那如果是小孩子的話呢 要留意的就是 比如說他的精神很差 整天躺在那裡 紛紛迷迷啊 累得很緊要啊 飯都不吃啊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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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小心啦 那當然有些很明顯的問題 那些呢 也都是嚴重的問題 一定呢 就要儘快去打999 那好了 那這些是緊急的問題啦 那如果有些比較minor的問題呢 那新加坡當局呢 就建議你 可以打電話呢 找你的家庭醫生 譬如很多時候 有些人是 COVID的時候 有發燒啊 有疼啊 頭痛啊 咳啊 流鼻水啊 喉嚨痛啊 這些或者蛤嘔啊 這些比較輕微的東西呢 那就可以呢 就這樣聯絡家庭醫生 看看他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那有一件事 我覺得新加坡當局 都做得很貼心 大家不只是醫療上的需要 你隔離其間很多生活上的需要呢 那他都有另一個熱線電話 可以提供其他的協助 例如那些譬如食物啦 或者有些感情上 不是感情上 即是情緒上需要支援啊 或者有些是財政上的 有擔心的這樣 可以聯絡他們 這個都是一個好的做法 跟著呢 就講一講 如果你有家人確診 那家人應該怎樣做呢 家人基本上都是密切接觸者 都有傳染到的風險的 所以新加坡方面 就建議你知道之後 24小時之內 就要自己用那個自我測試包 那就要做一次檢測 看看自己有沒有感染到 那如果你是負責的話 那你就不用管了 那天你可以照常出去 照常工作這樣就OK了 就上班上學沒有所謂 但是你之後那七天之內 如果你不出街 不傳染人 其實你不做測試 都沒有所謂 你在家裡而已 那如果你要出街 就麻煩這七天之內 那你就出街之前 要自己做一次自我測試 如果是陰性的 是負責的話 OK了 你沒有傳染性了 那你可以就出街 繼續上班 在七天之內 出街一定要做測試 那七天之後 到第七天最尾 你都要做一次 即是一個畢業的自我測試 那做這個自我測試 如果這個也是負責的話 那你就OK了 之後你應該感染到的機會很低 那你就可以照平時的生活 當然 如果你最近期間 你都檢查到自己是負責的話 那你就變成病人 那你又要跟回 好像我這段影片 當初說的那個程序 那樣 要避免七十二小時 然後再做測試 那當然 新加坡的做法 我們是否能夠全盤搬過來 我覺得都未必一定的 我覺得 香港的專家 應該都可以 即是有一些方案 會提到出來 讓大家去跟隨的 但是呢 新加坡這個做法 和那個理念 都有我們參考的地方 如果這一刻 你還未得到支援 你確診了 或者家人確診了 還在家裡的話 那希望這段影片能夠幫到你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好的 就把它放在你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Twitter Whatsapp 讓更多人知道 如果不幸運 感染到的話 就知道怎樣處理 盡量把傷害減到最小 多謝大家 請你留言 點贊 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